Hello大家好,我是韩宇 然后今天距离我们的线上舞台直播 还剩最后两天了 这几天真的是太忙了 一直忙着工作呀 拍摄 中间还要搭衣服 还有在时装啊之类的 等等等等 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忘了来扣我们的舞蹈 就比如说今天啊 我们就在家里 我们还有老师进行了一个暴风般的训练 为了增强我们的肌肉记忆 然后把自己更好的一面 展现给各位boss们 今天呢已经上了很长很长很长时间的课了 真的啊好累呀 不过我能坚持得住 我们都能坚持得住 应该是 然后对于舞台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设计之类的 之前又说嘛 我们哥哥蓝和弟弟烂对舞台 然后设计呢大概都是设计完了 都是有一些非常 我觉得很巧妙的一些小设计啊 这个就不透露了 因为还剩了两天嘛 这么长时间都等了 就不差这最后两天了 再耐心等待一下吧 好了现在我们下课了 然后现在是10点07分 然后真的很累啊 经过了一天暴风雨般的训练 我们这次这个舞台直播呀 说实话我们还是蛮紧张的 第一是怕出错 第二是我们复工的第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行程嘛 然后一个活动就是哎呦怎么说 莫名就又开始有一点稍稍的紧张感吧 这次舞台是以直播的情势和各位boss们见面了 虽然不能直接见面 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空间不受限制嘛 可以和更多更多的boss们在这个线上互动 然后可以聊天呀 可以看看boss们给我发的 给我们发的留言呀什么之类的 总之啊总之啊总之还是蛮期待的 哇跳了一天我把脑子都给跳傻了 还是蛮期待的最后两天了 再多多期待一下吧 拜拜 我是韩语 然后还有明天的语音直播 各位boss们一定要不要错过 韩商你们的姐妹快点来听 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个语音直播嘛 然后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毕竟就有种当那种MC这种感觉一样 我们一会还要再对一下明天的这个放松的内容 然后各位boss们也早点睡觉吧 拜拜 爱你们哦